马老师,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这种可能性会有的,而且我发现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明显 就是在伊斯列在扩大对加沙的空中和地面的进攻的同时 在欧洲,在中东,甚至在亚洲的很多城市 出现了大量的游行示威表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特别是在上周在伦敦大概有十万人 包括新西兰的惠灵顿 也是出现了写着自由巴勒斯坦的标语牌 当然在美国、欧洲、哥本哈根、罗马斯的哥尔摩等等 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游行 西方国家呢,包括政府一些公民 他是对伊斯列表示支持和同情 但是伊斯列目前这种反应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包括在马来西亚,因为驻美的大使馆附近也一样 特别是土耳其 他那个总理公开在机会上表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在其他城市的游行,而且仅仅是民间行为 所以这些背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舆论、舆情 太多国家的反应对伊斯列来说越来越不利 第二个更关键的一个在哪呢 10月27号联大的一次特别会议 就巴伊相关决议进行投票 该决议要求伊斯列撤离架杀 并谴责针对巴勒斯坦和平民的暴力行为 结果最终呢 以120票赞成 14票反对 45票弃权 同意通过 同意票达到三分之二 美国和伊斯列投了反对票 然后紧接着这些背后带来了太多的大的国家的失劣 因为反对票大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伊斯列 严格意义上大的国家只有美国站在伊斯列的背后 紧接着这个决议高票通过之后 捷克国防部长就开始表示不爽 要求退出联合国 在4月25号安理会议上 联大的秘书长发表他的言论 声称巴伊战争并非凭空发生 这让伊斯列感觉非常不爽 而且伊斯列强硬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辞职 其实这些背后都标志着 这个全球的这种对这场战争的撕裂和纷争 而且老美对这场战争背后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其实也有充分的预估 他有三个航母在中东 有两个航母就在伊斯列周边部署 而且全球的这个背后的态势呢 俄乌战争一直没有结果 北朝鲜随时会发生战争 而且第四个地方的战争 也有可能随之会发生 所以这些都标志着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背后啊 我分析左派 特别是极左派 他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甚至有一定的认知基础 这种认知的基础 不然是非常肥沃的 你比如在多数人的认知的基础 都喜欢同情弱者 谴责强者 都喜欢同情穷人 谴责富人 就是认为强者是坏人 富人是坏人 弱小穷人是好人 所以在这个逻辑下 大家都本能的同情巴勒斯坦 谴责伊斯列 因为伊斯列又富又强 巴勒斯坦又穷又弱 这是典型的左派的思想 而且这种左派的思想 还有一种潜规则 就是族群大的通常是坏人 族群小的是好人 伊斯列全球把他归结为白人 白人是大种族 巴勒斯坦是个小种族 包括在美国 那个所谓的黑名贵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小的族群 得到了高度的尊重 潜意识地认为他是好人 比如在美国大片当中 一定有一个正派的头号角色 是黑人 一定会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 在太多的人当中不好理解 但是你回忆我们的过去 就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的认知中 你会发现 穷人都是好人 富人都是坏人 我们也有这种 惨淡的认知基础 而且这种背后 你会发现 战争次序的事件越长 物辜的贫民使得越多 对伊斯列越来越不利 这种所谓的民意的反应 会越来越强 因为天天看报道都是贫民使 贫民使 所以会让伊斯列 显得非常被动 而且这些背后呢 没有误缘误故的事情发生 背后由他更深的逻辑 就是这场战争 表面上八一战争 包括马上可能要出现的 两个朝鲜的战争 其实背后都有大哥的支持 而且大哥背后还有大哥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逻辑 就是类似普京和他的朋友们 他潜在了一个认知 就是当国内的矛盾 不可转移 不可调和的时候 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 最好的手段 也就是通过战争 转移内部矛盾 从而来稳定他的个人统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种种 所谓的战争 就是小弟兄们之间的战争 就是狗咬狗之间的小战争 背后一定有大哥支持 比如这次巴依战争的背后 是伊朗 伊朗背后 还有普京和他的朋友们 就是大哥背后 还有大哥的支持 所以在这种逻辑下 那些哈马斯背后的 那些大哥们背后的大哥 是希望发生更大的战争 包括希望发生全球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而缓解他内部的压力 转移他内部的矛盾 并依此鞏固他的统治 所以我越来越认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